字幕君 我把整張都拿出來 都完整 你說這個 480 那是金屬做的 裡面有兩隻 你說對了 用純金打成 好 這個有賣一個車子 那個單價比較高 這個是隨身點的 那我也是這次喜遊營的主要承辦人員 那我們這次 我們今天早上的課程是從 看郵票說故事開始 那我的規劃是 我先跟大家介紹說有一個 媽祖的郵票 給他們看一下媽祖的故事 然後帶入說每一張郵票 其實都有背後的知識 以及背後的故事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主要介紹 關於我們彰化線的郵票 包含說 扇行車庫啊 幫院燈塔 八卦山 大佛等等 就是這些 跟小朋友比較相關的家鄉的郵票 那其中我把八卦山郵票的故事 拉出來 所以我講了八卦山郵票 他其實是 釋迦摩尼佛 然後我就開始講 釋迦摩尼佛出生 以及到他得到 然後到他涅槃之間的故事 然後又講了八卦山的 傳說 就是傳說中情侶不能去 到底是為什麼 這就是早上的課程 然後 早上看郵票說故事結束之後 我們就是介紹 郵票的基本元素 以及帶他們欣賞一些 比較特別的郵票 還有帶他們欣賞 以前到現在有印錯的郵票 然後這些都是非常珍貴 然後 非常特別的郵票 介紹給小朋友 認識 國內的郵票以外 在看欣賞十孔的時候 我也有介紹到 加拿大還有中國 一起發行的 英美郵票上面 它有一個特殊的齒孔是 楓葉 因為我們都知道 加拿大的國旗是楓葉 所以就是 那個齒孔就是楓葉形狀 然後以及 香港的西遊記郵票 的四個角 是 星星圖案的 所以就是這些 比較特別的郵票 那除了這些特別的郵票 還有 錯體票 就是以前印錯的 比如說我們印國父的頭 結果印顛倒了 那就是錯體票 介紹這些錯體票 給小朋友讓人吃 這樣子 等一下喔 我已經看了那個 可以先把他開好了 我已經很漂亮了 我已經很漂亮了 從那個我們中環優子 進去往進去 之後有一個集合 會不會是中心 那裡面就會有 有關 集合跟朋友的 很多東西 有關 因為我已經很漂亮了 1 2 3 三花儿龙女说机 今次既有意 耶